在这 坐向修复 祈福有尽 那为什么 世间佛报 国报在六道里头 如金刚金云 应无所住行于不识 所谓不诸色不识 不诸身相未处罚不识 虚佛提 菩萨应如是不识 不诸余像 后一顾 若菩萨不诸相不识 其父得不可思量 所以 只要祝福 修再大的佛报 佛报有限 过去的 梁无地 大家都晓得 这在佛门修布时 大概在中国佛教寺上 没有人能超过它 在他手上 建这些寺院安堂 规模都非常雄贵 多少座啊 四百八十足 他心爱佛法 护持佛法 人要是这些希望出家 那他无比高兴 他做你的佛法 供养出家人 几十万人 佛报道不道呢 他是取向分别 所以大摩祖师 直接了当告诉他 并无功德 他在大摩祖师面前夸药 问大摩祖师 我的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师说 并无功德 取向分别 没功德 有佛报 佛报大不大 有限 因为他分别取向 所以佛报有限 那个佛报肯定在御界天 御界天有限 那这个有限 不是四王天 就是套利天 什么叫佛德 什么叫功德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千万不要误会了 林峰 是欧伊达斯 破空论 是金刚经破空论 这部书 就是欧伊达斯写的 他在这个书里头这么说 以无所助法 诸薄弱中 这人修行 六波罗蜜 而不取向 这大师教人 修六波罗蜜 就是修布施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波罗蜜 通通不取向 事故能令 少失 与虚空等 不是多少啊 不是一分钱 不十一毛钱 功德多大 跟修空法界一样的 大魔祖师不知道啊 为什么 还原冠上 讲到的 汉荒蜜空游啊 也就是大臣常说的 量大 富大 他不住相 量就大了 没有取舍 不住相 他的心量 跟虚空一样 这么大的心量 他是一点点钱 那个量 跟虚空法界一样的 只要你取向分别 你布施 万两黄金 得福有些 不住相 不取相 不住相 布施一分钱 功德 超过那个 着相的 布施万两黄金 超过大 那这个道理 就是一切法 重新相似 与心量相应的 大了 与心量相违背的 就小了 含空 荣空荣油啊 就是心包太虚 亮州杀戒 亮州杀戒是荣油 能包容 啊 含空也是能够 含受整个虚空 虚空在哪里 虚空在我心里面 心比虚空大 那这个话是 使尊在乐阴阴阴上说